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一下大家的音域有多广 对于那些富二代来说哪有什么音域可言 但是当桃花展示的时候瞬间即将四座 不过这也引起了班长等一行人的不满 有一次班级组织外出郊游 晚上大家围在一起聊起了天 富家子弟聊天的内容是什么 无非就是春牛逼 同学们家里不是做房地产的 就是做石油生意的 为了不丢面子 桃花谎称家里是做服装生意的 这一句话引起了同学小黑的注意 在小黑看来 桃花家里不是做LV 至少也是个优移铺吧 于是第二天小黑就跟桃花表白了 并且在河滨的草丛做起了羞羞的事情 但是这一幕正想被班长的跟班看到了 跟班把这一幕拍下来 报告给了班长 班长也是小黑的追求者 看到这一幕之后直接气炸了 于是班长一行人找到了胖妞 逼问桃花的底细 胖妞无奈只能把他们带到了 大住平时出摊的地方 看到桃花这个汗酸药 班长笑了 而且还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黑 不过这个小黑也是个渣男 他得知了一切之后就找到桃花 说你这个便宜货还敢高攀我 羞辱了一番之后就扬长而去 对于这件事情 桃花心里个明镜似的 他就知道这一定是班长搞的鬼 于是就找到班长理论 但是班长侮辱桃花的父亲 这就不能忍了 农村出身的桃花三个回合就赶翻了班长 班长不服气就想找家里人运作 因为父亲是学校的董事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桃花被退学了 退学之后的桃花为了生存 到一家商店里打工 有一天他恰巧看见老板要考司法考试 于是就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老板 老板也是个好心人 就把他的事情整理成了一个请愿书 发到网上 很快这个请愿书被传得沸沸扬扬 班长和小黑因为是当事人 所以就对桃花怀恨在心 一天他们打着给桃花过生日的油头 闯进了桃花的家里 小黑跟几个男同学当场就强暴了桃花 还给他录了相 并在事后不断威胁桃花 逼他去做原交易 最后桃花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把这段经历写在日记本上之后 就创楼自杀了 也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个画面 后来商店老板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桃花的日记 他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大柱 大柱带着日记就到学校里大吵大闹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直接被学校的保安轰了出去 然后大柱又来到警察局报案 但是警察却说 凭借这一本日记根本无法立案 到处碰壁的大柱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为桃花报仇 这时候胖妞因为良心发现 找到大柱并告诉了她一切 然后表示自己愿意为桃花做些事情 第二天 胖妞把班长一行人引到了天台 然后大柱出现用硫酸给他们毁了容 随后大柱又把这一群渣男全部绑了起来 看见这个阵势 这几个渣男都吓尿了 开始推卸责任 但是大柱哪听不见他们胡言乱语 当场就敲锁了两个 然后带着四人来到了河边 用鱼勾勾住了他们的嘴 全部扔到了河里被鱼 大仇得爆的大柱 回想起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 慢慢的也跳进了河里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部校园暴力引发的人性思考 人性之恶难以想象 我相信真实的校园欺凌事件 比这个还要让人反胃 校园暴力是龙卷风 弱小者身处暴风眼之中 束手无策 无法逃脱 影片中的这个脑瘫父亲 在面对执法部门的不作为 学校领导层的庇护 他又能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能够以死偏离界 柔弱者要学会变得强大 强大者也要学会控制自己 这样我们的社会 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的鲁巴爱看剧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哦